民宅瓦斯外泄 消防员出动前往抢救 不到一个小时 房子突然爆炸 当时有多名的消防员 仍然在屋内 一共造成了一名消防员丧生 九名消防员 还有两名民众受伤送医 农烟不断窜出 建筑支离破碎 现场满地碎片一片狼藉 美国维吉尼亚州 一处民宅发生气爆 事后影像可以看到 建筑几乎被夷为平地 景象吓人 多名消防人员 在房屋废墟中 与大火搏斗 而爆炸当下 多名消防员正在屋内检查 情况造成死伤惨重 爆炸波及街道和临近房屋 原因仍有待厘清 而惊悚意外也发生在印度 两名男子有说有笑 还不时抬头看 没想到下一秒 白色物体从天而降 当时一名工人 正将一台空压机掉上三楼 没想到吊钩突然断裂 直落而下震重两名男子 导致一人当场惨死 另一人重伤送医抢救 而大陆湖南一名男子 除夕业与家人团聚 开心放烟火才刚点燃引线 突然爆炸火光四起 一名男子被炸飞倒地 一旁亲友赶紧过去查看 进击呼叫救护车 男子送医后被医生宣判 恐怕会失明 而事发当天送入家户病房 至今还没有苏醒 让本该开心团圆的除夕业 成了惊魂之业